好 蔚来事件交易所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那个执行长曾经在这个台北市场选举前呢 被这个约谈被这个被检掉给抓去的 后来没事 现在好像还在谈说他到底有没有涉及这个赌盘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蔚来事件交易所 怎么看2016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预测 他们认为在蓝营的部分提名的几率 第一人选朱莉罗英46%是被提名的 王金平32% 吴敦义19% 郝龙斌是2.7% 胡志强0.1% 好 在绿营的部分 民进党部分 蔡英文被提名的机会第一人选99% 定于一尊了嘛 第二人选是赖清德是1% 好 这下面这行字让我突然愣了一下 什么叫做但愿未来领导人能具有智慧与诚信 不再只是拼自己历史定位的无能政客 这跟那个香烟吉语上面说 那个吸烟过量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友爱健康有点像 哎呀 好 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一页 好 这一页讲的是2016总统选举支持度趋势的比较 好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蓝色是在2014年12月 就是台北市长选举完之后做的民调 那么这个红色呢是2015年2月 我们就是刚刚才做过的一个民调 好 我们来看看整个选举的支持度 好 在台北市长选举完的时候 支持国民党的民主有13.8% 到了这个就这个月哈 2015年2月 支持国民党候选人呢 升到了20.8% 增加了7个百分点 好 我们来看看民进党的候选人 在台北市长选完的时候 支持民进党的人有20.6个百分点 那个时候就赢了 国民党的百分比有6.8个百分比 可是看咯 注意哦 到了这个月就是2015年2月 在年前呢做的这一个民调 民进党候选人的支持度 已经到了37.6%了 这个时候拉大差距跟国民党的候选人的差距 已经是16.8%了 好 再接下来这个怪怪的 五党籍候选人 因为人都还没有 就已经有7.4% 在科批当选的那个时候 来支持五党籍 更怪的是说 好 到现在 就是二月份 好 也是没有五党籍的候选人 可是这个支持 愿意支持五党籍的人 就增加了12.4% 好 这个时候就在两个月之内 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支持这些五党籍的人 基本上应该说 他们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有点厌倦的这群人 所以说 推个西瓜出来 应该也有12.4%的这个支持率 应该是这么说 好 没有意见的人 在这个 你看那个时候 很注意哦 在那个台北市场选举完之后 没有意见的人 没有明确意见的人 有56.3% 现在只剩下29%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你说对两党来讲 也许是个警讯 所以看起来 朱丽伦要大力的去争取 那29% 还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的人 但是大家在期望说 朱丽伦是不是能够大开大和 摆脱尼闹的同时 也传出了一些 对他相当不利的这些消息 比方说国民党智库改组 朱丽伦的七旧高斯伯 也任董事 在刚刚我们就听到了 在现场呢 就已经有来宾相当的不以为然 那么里面不只是那句不必听啊 还看到很多的老面孔 黄敏慧是党专职副主席 李四川是党秘书长 罗秀燕跟江正燕是党副秘书长 那么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赖世保跟立委江启臣 代表立法院系统 蔡正文 蔡勋雄 朱银鹏 还有张昌邦 是智库的老陈 这些前陆委会的副主委高孔联 则是代表两岸事务 那么在这里呢 提出好像他在树立一个 所谓的朱丽伦自己的王国 只是他没有把他的岳部放进来 但是看到这个内部的一些改组 有很多的蓝音的小党工 非常的透心哦 而且他们认为说 这朱丽伦有一点点比马英九不如 因为他们认为 马英九好歹温良公典让 但是朱丽伦显得有点太狠心 因为他在大幅改组的过程中 传出资深党工抱怨 没有被安排后路 党务人士还说 朱丽伦在主管会议中明确的表示 他找跟没有党务经验的李四川 担任这个党秘书长 就是要给他一把刀 让他砍 就是要请你们这些党工走路 没有义务要帮你找位子 好我们来看看 就我们在讨论这个2016 到底支持国民党民进党 或者是无党籍之前 我觉得刚才 我们提到绿营 就是民进党这边 要推谁来选总统的时候 我们在场来宾就已经炒得脸红脖子出 还没炒完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来做一个这个评评理 那我们就要找这个媒体最高层 对不对 中国时报的副社长 那中国时报副社长来看这个匪党 这个匪党要怎么提名 这个评评理实在是不敢当 但是我刚才听这个大家这样讨论下来 我有几个小感想 第一个 蔡英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这个讨论他的 或者是这个过去来这个写文章的 描述他的 这个各种角度都有不在话下 但我想到说蔡英文跟这个朱立伦 我刚刚就私下就跟那个友华那边开玩笑 蔡英文跟朱立伦这中间 还有一个一个人可以贯穿他 你绝对想象不到 用马英九来贯穿 因为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 蔡英文崛起的时候 那是马英九正当红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双英对决常常有出现 那个时候在媒体界 或者在在很多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评论里面 就把这蔡英文叫做女版的马英九 应该有吧 那朱立伦现在又被叫做2.0版的这个 马英九 认为他是比马英九比较果断一点 比较狠一点 或者是脑筋灵光一点 升级版 升级版 但是你看这两个 无论是2.0版的马英九 或者是女版的马英九 以现在来看的话 都觉得是一个负面的形容 像马英九已经被打趴在地上 就是一个极端讨厌 从当初的万人迷的一个角度 所以蔡英文到底 他将来会展现什么样的呢 如果他能够成为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的话 当然大家希望就是说 他把马英九原来在万人迷时代 那些长处都能够尽量的发挥 所以这个我们等着看下去 就是说到底这个女版马英九 因为你现在讲女版马英九 当然是不好的一个结果 最后会怎么样 我们等着看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那个石齐跟那个友华在那边吵到 就是说他刚刚讲的那个三个重点 叫做中国的意见 大陆的意见 美国的支持与否 还有这个企业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石齐讲的也对 他说你看国民党靠这个 还不是都输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 就是说 至少在2008年 12的时候 而且幻影讲一个 比较让国民党听了不舒服 但是他也必须承认说 如果没有这三个的支持的话 国民党可能更惨 死得更惨 对啊 2012完英九老早就败了 所以这个到底有多大的用处 真的是 我觉得候选人他如人饮水 冷暖自食 到了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到底需不需要 寻求到对岸的一个理解 或者美国的一个支持 还有企业界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他到时候他自己会 我们在那边争没有用嘛 他自己在 在这个热水里面煮 他自己会最清楚的 到时候自然就说 这个是实战里面可以体会出来 第三个刚刚那个 我们这个 国农哥 国农哥有说到说 应该让小英发挥出来 不要很多独派 或者党内的大佬 把他当成童养席 我就想到 刚刚那个金玉有提到说 女性领导人 这个 其实你用没有注意看 就是说 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说 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里头的 男性沙文主义 政治人物 到底哪个比较强 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有一点好玩的 就是说 似乎小英在凸显 他的女性 这个领导人的特质的时候 在某一种程度上 好像在民进党里头 他要强调就是说 这个不是负面的 这是正面的 我倒反而反过来看 就是说 你在台湾总体 不是民进党内了 就是全台湾来看的话 到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可能女性的领导人的一个特质 不但不是负分 反而是他要突起 以前好像 特别还要散避这个东西 他反而是正分 因为你说实在 你在国际上来讲的话 你很容易就想到什么 你马上就想到 舍弃 然后 梅克尔 梅克尔 然后 我记得在好些年前 我曾经跟 一些美 就是说台湾的一些 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 我们在那边打赌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说 美国现在的政治会变化 对不对 希拉 加瑞跟欧巴马 都在争取 总统的这个提名 那我们那个时候 不过现在当然是 当时在差不多十年前 我说 我们来打赌好不好 这两个美国都是禁忌的 到底是美国先出现女总统 还是黑人总统 还是出现黑人总统 结果事实证明是 女总统可能在美国 还没有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 台湾的女权 女权意识跟思想来讲的话 你如果跳脱全台湾来看的话 我觉得蔡英文将来在 在选举的时候 她这个女性的特质跟诉求 反而是加分的 女性特质 女性意识 在台湾是不是加分 我不知道 但女性意识 在我们家倒是挺抬头的